哈囉 大家好 我是Morris TYME競賽即將要在2月28號開場 這次TYME競賽才有星座分隊 分別是Team Infinity的必須挺必要的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投票吧 Let's go 好 那我們一開始要來投票是 Infinity隊的前場球員 是有兩位可以選擇 那我這邊會選擇的是 台皮的李奇偉 他本賽季攪出場均11.4分 三分球是37.3%的命中率 其實我覺得他的表現是優關於 台皮肌肉才能走多遠的關鍵 再來我要投的是海神的林任宏 因為其實今年他在攻擊端 雖然沒有到特別亮眼 場均9分 2.2籃板 那其實他的防守功用是非常好 我覺得他值得有一個明星賽的票選 再來是後場球員 那當然我第一個就投給你 是台皮英雄隊的蔣玉安 那蔣玉安其實他本賽季是 4.7分 4.9籃板 5.2助攻 毫無疑問還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表現 那其實他在進攻端也不會說特別貪攻 其實他應該是有長均20分以上的實力 那在第二個我要投給你 是古毛威家 身為菜鳥的他 今年雖然是以板凳出發 那其實他長均14.5分 3.5籃板 3.7助攻 他表現也算是非常優秀 再來我要投的是台中太陽的盧冠 盧冠 盧冠其實今年在台中太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論是外圍投射還是他的掌控節奏 都可以看出他對於球隊的貢獻是非常大 那他本賽季場均10.6分 那他3分球命中率其實是46.6% 每一場可以投進2.1克 那加上還有4.3助攻 兩超級的成績 我覺得明星賽這一票我必須要投給他 那羊將的部分有3名可以投 我這邊當然第一個 我覺得毫無疑問 對我好玩 畢竟他就是為明星賽而生的球員 那再來我覺得我很想投的是艾夫婆 他這幾場的表現太令人驚艷 那艾夫婆本季長均28.3分 8.4籃板 2超級 38歲完全看不出來 說實在真的該給他一個肯定 那再來我想給是今年台北英雄的大勝 那大勝其實本賽季20.9分11.6籃板 2.8超級 在防守端帶給球隊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我這一票會投給他 好那再來是Team Beyond隊 那我們這邊也一樣從前場開始投 那我個人會投給阿巴西 阿巴西今年從跨檸檬賽事 就展現出非常強大的企圖性 那其實他本賽季22.1分6.1籃板 1.6超級 雖然在數據上感覺跟上賽季沒有成長太多 但是可以從比賽內容發現 其實他在比賽影響力主宰力都是更大的 那其實對中心特攻戰績也有所提升 那再來我要投的是胡龍帽 胡龍帽其實在今年場均14.7分 6.1籃板 3.4助攻 球隊需要他得分的時候他也能跳出來 球隊需要防守對方洋將的時候他也可以跳出來 毫無疑問值得進入明星賽 那再來是後場球員 其實這一組也算是非常競爭 我這邊的三張票 第一張要牽投給林偉翰 林偉翰從去年回來之後 在今年跨聯盟賽師到開季 他的助攻數都是非常多 我相信是過去在關注SBO的人都知道 他也曾經在SBO上贏過20-20 在CBA完成過大三圓 那其實T1聯盟就是讓他展現他應該有的實力 那其實他本賽季16分 9.8助攻2.3超級 毫無疑問 甚至他的表現是今年的聯盟第一控球 然後再來我要投給謝亞軒 那謝亞軒 那謝亞軒算從數據上看13.4分1.9超級 並不是特別突出 他三分球場均可以命中3.1顆 而且是用46.9%的命中率 他其實是非常理想的 就是優秀的跑位加上非常積極的衝搶籃板意識 其實讓他在場上的存在感是非常高的 即使不用太多球權 也可以為球隊做出非常多的貢獻 那再來我要投的是 台鋼獵鷹的簡偉如 簡偉如今年從富邦勇士轉至台鋼獵鷹之後 他場均12分4.33分3.2的助攻 三分球每一場可以投進2.9顆 他命中率是38.0% 那其實也是非常優秀 可以發現說 其實簡偉如一直都有這樣的實力 那過去可能在富邦 沒有這麼多發揮空拳 那其實轉到台鋼 我相信對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洋將部分 我第一票 我是投給海生的Brickman 那Brickman場均是16分 9.8助攻 6.5籃板 是非常全能的數據 他以一個洋將來說 對於球隊的幫助 是從助攻組織這個部分 是比較少從洋將身上看到 那這樣的特質 也讓海生有非常好的戰績 第二位我要投的是 台鋼獵鷹的阿修羅 我們知道的是布拉 德古拉跟阿修羅中 他可能是三名巨塔中 知名度稍微 比較低的球員 但其實他在球場上的貢獵非常多 他可以投外線 他可以跟德古拉布拉打高低尾配合 他有傳球意識 他投籃也好 我覺得他的表現是 大家比較少看到 我覺得他值得晉明星賽 那再來我要投的是 台中台陽的艾倫 其實艾倫在第一次對到 都來好玩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就認識他 包含去年總冠軍賽 他的那個頭啊 拼戰到爆血 那其實也是非常熱血 他的中距離非常優秀 然後也非常強悍 那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球員 那我這一票就會投給他 好 那以上是我投的球員 那分別是 蔣玉安 古馬維加 盧冠軒 李奇偉 林任鴻 霍華德 艾福伯 大勝 然後另一邊是 林瑋漢 謝亞軒 簡偉如 阿巴西 胡龍帽 阿修羅 艾倫 好那我們就提交結果囉 好那我們今天投票就到這邊完成 那其實今年T1還有包含三個球大賽 寬安大賽 我們這邊也非常期待一些人選可以參加 寬安大賽 我覺得泰港的張偉翔及劉俊頂都非常適合參加 因為過去我看到台語畢的朋友都知道 他們兩個都是非常能扣 那其實劉俊頂的大車輪呢 他什麼都是非常優秀 那張偉翔他都非常受扣 也是我覺得會讓很多球員經驗的 那當然就希望說 有機會在寬安大賽可以靠他們的身影 那其實三個球大賽 其實T1各個都有非常優秀的射手 我們從中性來講 我們把蟹陽軒 那其實他的三分球力非常突出 那還有劉偉塵 排成一部分其實包含魚腕 啊 魚塵鞍啊 吳小瑾 他們都有非常不錯的三分能力 像台中太陽我就非常推薦附髮軒 他從SBO 我跟你覺得他一直以來都有 非常好的三分球能力 那其實也是比較少被大家看到 獵役的部分剪圍禮物啊 其實我會講 今年的三分球名中也有的S&G 所以他的頭髮模式可能 在參與的大賽相對會比較適合一點 台瓶英雄的話 包含李錫瑋還有豪宗涵 他們也都是國調隊射球場合 還有黃鎮 那台灣運報的話 其實盧健林今天展現的三分球 也是非常令人驚艷 另外我們現在將在2月28號開場 那其實這算是睽違幾年的明星賽 我覺得不管是對於哪邊的球迷來說 能有明星賽對球迷都是一種享受 好那其實我心目中也有一些移植啊 那包含海神的玉瑪雅啊 重新的林鼎森 我們跟他講 其實今年也有不錯表現 只是在後場 其實人權過多的情況 他比較足足取勝 那林鼎森其實今年轉移號 我覺得他在穿球的掌握也是非常好 跟過去可能比較自作於藍環的想法 我覺得改變的蠻多的 好 那我們影片今天就到這邊 也歡迎跟我講說說 你已經在頭拿些球迷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Mari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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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nas